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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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后走成了吗? 嗯,还真走成了 1942年的1月10号 他们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 坐上了一艘宽一丈长三丈两尺 有三挂帆的小帆船 梁硕明一行五人 挤在这么小小的一艘船上出海航行 一路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那也是险象还生啊 最后呢,终于辗转经过澳门、台山等地回到了内地 再后来呢,梁硕明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2月5号回到了桂林老家 梁硕明能够从日军戒备森严的香港死里逃生 而且回到了家乡 真是奇迹啊 是啊,梁硕明都说他自己是最幸运的了 他说,我不独没有郁节 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厢春夏衣服 还意想不到的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 所以和人家谈起来 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这可能跟他信佛有关 受到神佛的护佑 还真有可能 后来梁硕明在家书《香港脱险》 即宽恕两儿里写道 与前人云 为往盛纪绝学 为来世开太平 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 我乃可以死得 现在则不能死 有今后的中国大局 以致建国工作 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 我若死 天地将为之变色 历史将为之改折 那是不可想象的 万不会有的事 他太有使命感了 确实是 夏美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 什么话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是 梁树明逃难回到桂林以后呢 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 是吗 是 其实在梁树明第一任夫人去世以后呢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 有很多人劝他续贤 他都拒绝了 而且他甚至想终身不再续去 可是在桂林的这次经历呢 改变了他的想法 具体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 1942年2月5号 梁树明回到桂林避难 在那呢 他开始了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 1943年的夏天 梁树明在桂林老家的朋友向梁树明介绍了一位当地的女教师 47岁的陈淑芬 这位陈淑芬呢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人长得很漂亮 又会打扮 不过呢 一直没有出嫁 51岁的梁树明立刻被陈淑芬的气质打动 两个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消息一传开 他们俩就成了桂林乃至广西新闻界追逐的目标 是吗 是啊 要知道梁树明在桂林可是有很高的知名度 所以呢 记者们一听说梁树明谈恋爱 立刻开始到处追逐采访 估计是想挖点花片新闻 差不多吧 在1944年1月23号 梁树明和陈淑芬在桂林的一个旅馆的宴会厅举办了婚礼 当时桂林文化界学术界来了一百多人捧场庆贺 婚礼由梁树明的老朋友李继深将军主持 原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还在婚礼上做了幽默的致词 他说 梁先生原籍桂林 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 但他在桂林并无家事 既无家事何言回家 那么最好就是要着手建立家庭 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 陈女士出格甚晚 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 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这个婚礼还真是有点喜感啊 没错 这就是梁树明的第二次婚姻 这段婚姻让这对有情人一直相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才算找到知己了 小薇你知道 梁树明的心里是一直装着国家人民和社会 他早在1937年就开始为调和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 避免爆发内战而奔走呼吁 梁树明主张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用 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政治局面 1946年梁树明代表民盟参加了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 期间呢 他也参与了国共两党的和谈 并且从中进行斡旋 吕欣宇说 梁先生作为一位儒家大家 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他这个新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基石 为了缓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呢 梁树明分别在1938年1946年两度到延安 1938年那次梁树明特地见了毛泽东 梁树明说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共做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梁树明想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共 是不是真正的放弃了内斗 梁树明和毛泽东是老朋友 而且是同龄人 他俩是1918年在杨开会的父亲杨昌记先生的家里 初次相识的 当时梁树明在北大哲学系讲授佛教哲学 毛泽东呢则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 20年后梁树明到延安 在16天里跟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 但是最后梁树明得到毛泽东的回答却是 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看来梁树明的延安之情是失望而归啊 是 中共篡政以后的1950年 毛泽东邀请梁树明回北京任职 梁树明婉言拒绝说 我留在外面不是很好吗 后来毛和周恩来一再邀请 梁树明才来到北京 毛泽东安排他借住在颐和园里的一处小院内 有时呢还请他到自己家里来做客 这回是毛要捅梁树明的战吗 1953年梁树明借住颐和园两年多以后呢 他们一家移居到小铜井一号 这里环境清雅静密 梁树明夫妇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一开始呢生活还是挺雅趣的 每天早上起床到公园散步 在院里边种花草树木 和朋友们往来谈儒还学习俄文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九月 突然间波澜骤起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出什么事了 1953年9月8号到18号 中共政协会议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 梁树明出席会议在9月11号做了发言 据颜黄春秋等载的 梁树明儿子梁培树的文章 梁树明技术的顶撞毛泽东事件中记载 最后一段说及工农生活差别 有如九天九地 今建设重点在工业 精神所住更在此 生活之差 工人九天 农民九地 农民往城里跑 不许他跑 人力财力集中都市 虽不说仪器吧 不说脱节吧 恐多少有点 然而农民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农民 对人民照顾不足 教育不足 安顿不好 建国如此 当初革命时 农民受日本侵略者 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 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 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式 梁树明好直啊 想什么就说什么 就在梁树明发言后的第二天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结束 讲话中说 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 替农民叫苦 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人证的意见吧 不过照顾农民是小人证 发展重工业是大人证 毛还说 有人搬门弄斧 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 还不了解农民 笑话 老毛又开始上纲上线了 就是啊 17号下午呢 梁树明看见座位席前面摆放了一些 1949年初春 他在重庆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会上 张伯军以党外人事小组组长身份 带头发言 批判梁树明 接着呢 周恩来做了批驳梁树明言论的长篇发言 他说梁树明的反动是一贯的 其间呢 毛多次插话 语气很重 其中毛说 杀人有两种 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 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 伪装的最巧妙 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说完后 梁树明想要发言解释 但是会主持人 以时间太晚为由 不给他说话机会 中共突如其来的对梁树明进行批判 还不给他辩解机会 梁树明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呢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近代中国第一大儒家梁树明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